既是邻居又是同事 二人魅河 视如水火 气嘛 生气嘛 我只有想去把抄嘛 你说你不放过盖子 你告诉他呢 屡次鉴定 屡次不成 究竟是谁在策劳真相 哭二年嘛 当时他也没有做成我 法官调解 一场意外引发的矛盾 究竟怎样才能终结 那我当然不同意啊 那不应该是他说了算 真相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既然是这 我肯定就是 宽室是一个真相 究竟是谁的原因 究竟是从这儿 是不是一样就一个 内奸端的 就几秒钟 发生的一个 自行券膨胀事件 可能小黄爷带来 五年来接不开的情景 国内在给您赔的道歉 国内说的 他曾经您赔的道歉 你不接受 那几个人再考虑考虑 啥一样才算流成鱼 你哪种方式赔的道歉 你不至于姚贵里也要求聋你吗 我姚贵里也要求聋你吗 是你我说清楚 是是是啥 就是啥 你叫我说 我说这句话说 这徐家也清楚呢 咱们好 我对不起啊 我往那都是 那对我都是一种孤辱 我不要往那都道歉 那你说对不起 都不认为 2009年5月10日 苏鸿与郭瑞的儿子小海 在骑自行车时 不小心撞到了一起 而这场意外 除了给苏鸿 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之外 还有就是两家人 长达五年之久的 不满和怨恨 苏鸿和郭瑞本来就是同事 而且平时都住在一个家属院 离得特别近 平时关系还不错的他们 在赔偿饥饿的问题上 争执很大 时都不愿意 做出一点点的让步 所以你不想 不是用欠证 那我说 你不想 你一直在考虑了太子 早上不就不住 不就不考虑了 谁当的今天了 谁当的谁当 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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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其念这段事了 为了化解他们的矛盾 法院做了很多努力 先后组织了很多次调解 可是双方没说几句 就会发生争吵 矫情也就不欢而散 从2009年5月 当时不到8岁的小海 与苏洪发生自行车碰撞事故 到2014年 已经整整5年过去了 事情却还没有解决 小海的母亲郭瑞与苏洪本是同事 两家又是邻居 彼此应该有几分情面 可谁料 就因为这件事情 原本和和和气气的两家人 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 每一次见面 每一次调解 像刚才那样的争吵 已经成了常态 那么这样一起 因为自行车相撞引发的矛盾 怎么就闹到现在这份田地呢 这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呢 2009年5月10日下午 苏洪外出办完事 骑着自行车回家 想到回到家 赶紧给宝贝儿子做饭 这个春天的午后 让他的心情格外明朗 却没了到 一场噩梦 正悄悄向他靠近 可就在离苏洪家 不到几百米的浮动里 刚学会骑车没多久的 八岁男孩小海 从一个岔路口 骑着自行车冲过来 苏洪躲闪不及 敢让自行车相撞了 我撞上了 接着撞上了 我给了苏洪 她的意见做了 然后孩子在那爬了 苏洪惊讶地发现 她右脚开始了剧烈的疼痛 完全不敢用力 大家连忙把她送到了卫生院 痛苦 当时都变 就已经离不起来了 我当时是想着 她不会有那么严重 是吧 她有时候门了 她就是甩上了 她说疼好 她还要站着看 救护是啥事 可是根据检查结果显示 苏洪的情况不容乐观 她用双槐 是粉碎性骨折 卫生院医疗条件 不能处理这样的伤情 苏洪的爱人阿超 匆忙感到 带她转到了 平顶山市里的大医院 第二天 小海的母亲郭瑞 就提着给苏洪买的东西 匆忙感到的医院探望 毕竟有没有救援 或者是 真是第一次 他把我们给了 我也没有对那些 苏洪觉得 大家都这么熟了 自己受伤 双方都有责任 郭瑞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现在他这么快就赶来看自己 说明他还是挺有心的 可是聊着聊着 苏洪开始觉得 好像有些话听起来 不那么顺耳 病房里的气氛开始有了那么一丝微妙 两个人 两个人一直都客套着 谁都没提住院费的事情 苏洪以为 郭瑞临走之前 肯定会留下些住院费的 就一直没好意思开口 可是想不到 郭瑞走的时候 居然一分钱都没有留下 那钱他当时就成多了 因为当时呢 医院当时呢 护士嘛 去了说 去说 就是说 您得再交七千块钱的 手术费 他因为他在旁边成多了 当时他都能 接一声 都没有应一声 也就不问 因为伤的脚踝 不能受力 苏洪一直不能下床 丈夫阿超 一直在旁边伺候 我都转了 我一气 一气也找了 有没有 我说不想贵 我也不想说 什么都不想说 下成了之后 我肯定就 自己就不能 处理生活 家里条件本来就一般 住院手术花销很大 一时间 苏洪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 本想找郭瑞 让他先奠些钱 可是郭瑞 自从上次来过之后 就再也不露面了 苏洪不好意思 直接向郭瑞要钱 只好托人 给郭瑞传话 没想到 这让郭瑞很不开心 我比较生气 就是重手 你就是说 你专院 或者就说 你说他有多厌重 你给我打电话 是吧 你给我所言的情况 他找别人上心 人家说了就 请 叫你看去看 不就想这么 那哭泣的牛肉 我从这开始 就是我心里 接受 苏洪盼着郭瑞 能有所表示 郭瑞却想着 等苏洪出院后 一起解决 就这样 苏洪在医院 治疗了19天 眼看手里 再也拿不出更多钱了 没有等到拆线 就出院回到了家 就没有欠嘛 不敢给医院 住时间唱嘛 就是回来了之后 在家的围城院 又继续有罗嘛 这不在家 不是有点便宜吗 苏洪回家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 郭瑞耳朵里 他也想着 尽快把事情解决 免得两个人以后 面子上不好看 于是带着2000元钱 去了苏洪家 我说你住院 两千被欠 就是 你别先收好 他说了那话的意思都是 他还是想提醒 这人 这人嘛 这次住院 本来就花了好几千 将来还需要 二次手术 取出内固定 又是一笔大额的费用 苏洪压根没有想到 郭瑞会只拿出2000元钱 于是对于郭瑞给了这点钱 他坚决不收 要没有争吵 要没有发生不愉快 我自如感觉 心里有点不舒服 见苏洪不收钱 郭瑞明白 苏洪一定是嫌钱给少了 为了积极解决这个事情 郭瑞决定 找中间人来调解 他说我是一个小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孩子 你是大人是责子 跟我爹着 你有责 他就这样认为 他不想要钱 你也不能跟我说 你没点责任是吧 你大人有个孩子 我说五千多的 我里头是要多五千多钱 我叫郭瑞说 不久通过中间人 苏洪放出话来 五千不行 最少赔上他两万 如果以后有什么 后续问题再说 这让郭瑞不能接受 不是说我给你的 零两万块钱 给你了之后 没事了 你大概零两万块钱 以后要是有啥事 你还你 也说我还没赔上他 我还想起了 他也认为 他意思都是破关了 他意思都是 你咋住 你咋住 我不给你拿了 就不关了 三个月过去了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无奈 苏洪单方做了司法鉴定 鉴定意见为 苏洪因外伤 致右近肥骨骨折 并行内固定数 构成八级伤残 不久 苏洪来到了河南省 罗山县人民法院 起诉了小海 要求得到小海家人的赔偿 突然受到传扯的郭瑞 很意外 十分不理解 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 有话好好说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可是在苏洪和郭瑞这里 本来不大的一件事 却无论如何也化解不开 就其原因 那便是郭瑞去看望苏洪的次数 太少 认错态度不够诚恳 而且苏洪认为 郭瑞对自己受的伤和承受的痛苦 也没有足够的认识 所以苏洪不再给彼此留情面 起诉到了法院 这在他们这个家属院 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 同样 在被告小海的母亲 也就是她的法定代理人郭瑞看来 自己做了被告 吃了官司 遭到了街坊邻居的议论 是件很不光彩 很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争执撕扯 两家矛盾为何越来越深 互不妥协 互相指责 真相到底何时浮出水面 你过几年之后 你可能好了 我都不用陪你来上餐了 真相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2009年11月 被告申请重新鉴定伤残程度 但是依据相关标准 结合送检材料会认为 被鉴定人苏洪 因内固定尚未取出 目前不宜进行伤残等级评定 于是苏洪申请终止审理 那我就给了港门 咋了 起了之后 我再配合你 我不是要想要真相 到底我这上餐 到底是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扣你了 骗你了 我不是想要他 要看得清清清明 明白白吗 苏洪说 他受的苦 只有他自己明白 自从骨折以后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对于要强的他来说 那段时间的生活 简直是毫无尊严 前天又不能走 大的师哥 前天还在住屋里 打小便 在这办公室打小便 他都跟那边坐 他都看着了 我这困难 就是当时这上床 他迷他都看着了 而且正当壮年的自己 就成了家里的负担 和被担心的对象 这让苏洪陷入了无尽的自责 我有一个人处理他们 不停地都在照顾我 一晚弄了手来 就说 孩子怎么 让孩子去 八九岁 上去我前天 看见我弄了样子 老说 他说妈你会好不会了 你是不是都挖子了 我已经想知道我 我并在床 难免心烦气躁 账户阿超 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时间久了 夫妻两人出现了一些隔阂 特别烦 特别烦 一个晚上 他感情自己 就是 以后 毕竟年轻圈了 他都害怕着 就是以后 这就被找了 是 罗洪陷一张 死亡了 心理压力要不要他 他那 就那 要相当自己呢 因为这样了 工作上找上的一个项目 这我也行 就他两三年多了 我三十多岁 你 听到我一看 我一看 老了这一看 话都快白完 知道 前天 选顾应一个多事 他想不开 想不开了 他赔偿 拿不住 他有时候他无本 他发皮 他帮照顽事 因为受伤之后 他觉得自己 在这个物质方面 受到影响 然后身体方面 受到影响 甚至在单位 晋级方面 也都受到了 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 他有时候 可能会把这种 不满的情绪 发泄到他孩子的身上 甚至他丈夫身上 自己的家里 已经一团糟了 身为邻居的郭瑞 没有理由不知道 可是 除了刚回家的时候 郭瑞拿着两千元钱 来过一次之外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最就是 好不想干的人 你要看见 这事他有点疼心情 你可玩得有疼心 我都认为说 他 有点 点一点 就是 最基本一点 人倒都没有 苏鸿说 自己一家人 这几年 都是在水生活热中度过 因为受伤 影响了工作 所以想凭上个职商 都很难 而郭瑞一家 这两年 却过得顺风顺水 不但从县城里买了楼房 郭瑞还平常了职称 前不久还学起了驾照 人家该说 连连车 说说笑笑 还讨论着买啥车 买啥车了 我主要不要跟操场 跟上活动 只有我心里都 特别不平衡 他认为这个郭瑞 是故意在他面前 这样炫耀 然后是故意在气他 所以他觉得这个心理上 不能承受 不能接受 2011年 苏鸿眼看就要做二次手术 可是拮据着他们 根本没有钱去医院做手术 他和丈夫阿超决定去找郭瑞 自从苏鸿起诉到法院 郭瑞心里一直不痛快 在他看来 两家人面子已经撕破了 所以不管是法院调解还是判决 在此之前 自己没有义务私底下给他们钱了 就说你明明白白 你要真理性 你家清晴一点 就是特别贫困 你拿不出来 那不是也有情客的 你这明明的时候 你家清晴有特别 有特别好 你还一点 同情心弄不了 一点医疗费也不难 吵了几句 苏鸿和阿超就走了 回到家的苏鸿越想越生气 那么小的孩子 本来就不应该在没家长看护的情况下骑自行车 要不都是因为郭瑞没有尽到监护人的义务 自己也不会落魄成现在这个样子 郭瑞有钱买房 有钱学车 却不给自己一分钱 让自己看病 看上去 我不是想说完这句吗 我还论了你吗 第二天 苏鸿又跑到了郭瑞家 我就是 就是 那就是 气嘛 什么气嘛 我就是想去那超嘛 没说几句 两人就又吵了起来 也有了些撕扯 郭瑞的衣服被扯破了 郭瑞一下子急了眼 拿起手边的水盆 就往苏鸿之上泼 问我嘛 赶紧不是水 让我帮我来 帮我一身吗 刚好给谁上船拽我一身 刚好这点拽茶 没法船的时候 放到街上 弄了一个突然的 事情并没有结束 本来想给自己讨个公道 就被泼了一盆水 苏鸿觉得 郭瑞实在是太嚣张了 然后就是 第二天 我不是 我看我生气了 我心里说 你咋这么奖励了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 看上去 再争吵两句的时候 我看他那吃饭了 我给他两碗饭了 中间也就是 也比较大大的 但是 我是特别好面子 对我就是说 你那么多人 我这三年 他是对我认识一种 无论你不是 你都不能对我 认识那种 一种书吗 郭瑞说 本来自己对苏鸿 还有这几分见就 可是苏鸿 一而再再而三的 来自己家里闹事 这让他特别委屈 既然苏鸿要打官司 那就打到底 苏鸿很委屈 因为他承受了精神上 和身体上的 双重打击和痛苦 郭瑞也很委屈 因为他忍受了 来自苏鸿的 责骂和刁难 可是我们 回过头来想一想 本来就是同事 又都住得那么近 如果郭瑞能 设身处地地 站在苏鸿的角度上 思考问题 能够在苏鸿 艰难的康复期 多去他家里走走 照顾照顾 适当为苏鸿 筹借些钱 可能两个人的 同事情谊 邻里情谊 还会存在 那么多的不愉快 也就根本 不会发生 同样 如果苏鸿心态 平和些 采取恰当的方式 方法和郭瑞 去商量解决问题 也就不会让两家 像现在这样 僵持不下 现在一起事故 已经演变成了 两个家庭之间 难以调和的矛盾 该怎么办 又能怎么办呢 苏鸿和郭瑞的矛盾 已经在本就不大的 家属院里 传得沸沸扬扬 所以谁家发生了什么事 不久就会传到 另一家耳朵里 通过和亲戚朋友筹钱 加上自己贷款 苏鸿完成了二次手术 2011年10月 申请了恢复鉴定 他一定要讨回 属于自己的赔偿金 苏鸿和郭瑞都想通过司法鉴定 来确定苏鸿的伤残等级和成因 用郭瑞的话就是找到一个真相 可是从2012年3月起 苏鸿先后去了三家鉴定机构 却都没能鉴定成功 没有做什么 始终没有做什么 他说叫人家做个事 按照着我 到了教堂师傅 就是给我听餐 我做了三次 我们鉴定区交了两千块钱 那我当然不同意 那不应该是他说了算 这应该是鉴定机构 人家给予自己的专业 想该依据哪个表证 依据哪个表证 依据法律 苏鸿说 像他这种情况 通常是按照职工工商 与职业病制残程度鉴定 而郭瑞之所以一直有意义 其实是另有目的 他的目的都是 我只要一找个结婚 我托乱你 我不批他你得上残 你过几年之后 你可能好了 我都不用批你得上残了 残草交通事故作 应该是级别低 他批钱烧 而郭瑞却说 自己一直想知道 苏鸿的伤情 到底有多么严重 想要弄个明白 该赔偿多少钱 就赔偿多少钱 可他发现 苏鸿明明恢复得很好了 在鉴定时 却洋装受伤严重 趁机都要先赔偿金 他也说 我上厕所好 也去不成 到厕所顿也顿不下去 所以走入也走不成 他也说 这样小时候 一个将近50岁 老头 进咖啡 人家没见我 吃饭来 你说你上厕所顿不下去 顿不下去是你气管的问题 你手上的不是目关 人家不是专业 不久法院又联系到了 另一家鉴定中心 苏鸿不了解路线 早早就坐车过去了 可是却一直没等到 郭瑞的出现 我早上感觉 我都有门 他真可恶的 我早上感觉 我都有门 这都不像人做的事 你看我早上 一早上年 我四点多 自己被放了鸽子 而且郭瑞提出异议 所以最后 还是没有做成鉴定 苏鸿特别生气 可郭瑞始终不承认 曾经打过电话 坚持称 是自己的代理律师 没有通知 自己对这次鉴定 毫不知情 怎么会打电话 去干扰鉴定 我就不知道他们去 律师有没有通知到我 我都不知道他们咋就去了 我咋可以打电话 我让他来电话 我还可生气 当时他也没有做什么 反正回来的 对于是否有人干扰鉴定 双方争执不休 于是开始准备第三次鉴定 可结果还是一样 双方在鉴定标准上 依然存在分歧 鉴定机构 无法做出评定 重新鉴定没有结果 但是毕竟原告苏鸿受伤已成事实 2012年8月 鲁山县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核实原告受到的各项损失 共计12万2575.88元 同时法院认为 本次事故发生 双方都有过错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 被告应承担60%的责任 即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60% 73545.53元 原告承担40%责任 原告提出的精神抚慰金 不予支持 所以说在这个法官 在处理的时候就认为 原告受伤是事实 然后他的这个脚踝做手术 本绪性骨折 这个骗子 这个伤情都在这搁着 如果是不处理 也不利于保护这个受害者 然后就根据 最后就根据原告 刚开始所做的那个单方的鉴定 做出了一审判决 郭瑞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不符 提起上诉 听说被告提起上诉了 苏宏也提起了上诉 这场官司打的可谓一波三折 这里面没有人让步 相反 苏宏和郭瑞两家人都怒气冲冲 斗志昂扬 谁也不服谁 你说按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 治残程度鉴定 那我就偏要按照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 伤残评定标准鉴定 法院判决我这边责任大 赔偿金额多 我觉得不公平 我就要上诉 好 你那边要上诉 那我作为原告 我还不愿意呢 我也不服 也上诉 两家人都想要一个说法 也想在因为这件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家属区里 最后证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是这场官司的赢家 可是这里面 真的有赢家吗 官司一波三折 矛盾愈演愈烈 这什么官司 我这那里然不懂了 你看不满意 法官调解能否结束五年纷争 真相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理 认为苏宏单方委托鉴定时 是否符合鉴定时机 事实不清 2013年7月 经过裁定 撤销判决 发回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 接到案件的鲁山县人民法院 让和人民法庭的庭长 魏玉玺 很快开始了 对两家的重新走访和调查 在调解的时候是难度比较大 被告认为这个你既然是你现在已经内钢板已经取出来了 已经治疗中结了 那就应该去做一个这个重新做一个伤残鉴定 然后给这个环这个事实一个真相 然后原告就认为我之前都配合你那么多次了 但是最终都没有一个结论性意见 我这次是我怎么着 我都不会再去配合做鉴定 原告就是一直坚持我 不会做这个重新做出这个商谈鉴定 魏法官协调了很多次 双方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2014年 一场争执打破了两家的平静 你们两个人坐吧 我是给欠他 你让他跌着 你让他跌着我 他坐 这小孩的爸爸 拧着一个人 拧着一个人 坐在他旁边 直坐在他 骂他来 说你害子 因为你害子 我骂他来吗 就说那孩子 大了 我说一句 我喝点酒了 我就不想这一戏 矛盾由来已久 所以对方即使不点名地谩骂 苏洪的丈夫阿超也认为是在侮辱自己 家属院的动静很快引来了大家的围观 消息也传到了苏洪13岁的儿子耳朵里 我想我 想让我小孩 这两个团 选公圈 他今天喝醉了 送上了公圈来 他就说一句孩子 如果我提你面倒 你心里就让你哭你不着 五年来 一直生长在恨意中的少年 一下子怒火中烧 一个床也快生气 比如说 我妈手里拿着 我爸 我爸进了十年 请不然把孩子变了到 我看他 他一点 你都好一点 其实就能不能给头上上玩 其实就能过来 苏洪没来得及拦住儿子 急忙遮了过去 好在阿超夺走了刀 没有引发更恶劣的事件 但是双方相互的争吵 还是没有停止 追到草场 追到草场 然后对方点住那草场的垃圾桶 垃圾桶 点住那垃圾桶就炸了 垃圾桶的 他无人骂他 虽然无人骂他 我认为何罪啊 最后在警察的调解下 双方才掩气息骨 魏法官知道 现在两个家庭的矛盾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他们的孩子 如果再不解决这场纠纷 那么对两个孩子的成长 也极为不利 于是 魏法官赶忙过去 做两家的工作 希望通过调解 解决两家的问题 老婆从去年 八十二行 两家的法律承认到 现在组织了 庭舰和庭 然后开庭去 然后又组织了庭舰 现在就是 你说一下 你的最终 你想打到啥眼 一个 你的愿望 你的苏情 是单纯的就是非常紧 可是感觉到是 心里这口气不顺 第一个呢 他必须在关注 真正的关注 道歉 因为五年多了 他是从来没有法 真正的关注 而且真正的关注 七岁多了孩子 有啥多事 我儿子他不是 要慢慢 当他再长大 他还是孩子 保护 还是保护 来接着 去将他面对 我们为他犯下的错误 可以用经理来做 但是孩子 可以受到人家伤害 言语中 郭瑞也道出了 自己作为母亲的 心酸和心疼 五年里 自己孩子 小海 变得内向 不爱说话 自行车 更是再也没碰过 有人告诉孩子 可能要赔人家很多钱 孩子经常自责 这场事故 已经给孩子 造成了心理阴影 所以 当他的苏洪 希望小海 面对这件事 向自己道歉的时候 郭瑞拒绝了 都说 想要一个真相 可真相 究竟是什么 现在的苏洪 受伤致残 已成现实 苏洪与郭 昔日的 同事情 邻里情 早已扯破 五年的时间 两家燃起的是 憎恨 厌恶的火苗 甚至连苏洪家 生活在恨意里的孩子 都变得不理智 当年自知 闯下大祸的小海 已经恐惧到 不敢再接触自行车 变得沉闷内向 他时刻担心着 自己将会给家里 带来怎样的经济损失 是否还能解决 这两家人的问题 怎么解决 这两家人的问题 当年的所谓真相 还是解决问题的 必要条件吗 来看看我们的法官 会怎么处理 这几年 两家没有沟通过 郭瑞见到苏洪 就转身离开 所以自然 也是不了解 苏洪脚伤的恢复情况 为法官 做起了传话的纽带 他把他看到的苏洪的伤 如实地告诉了郭瑞 苏洪昨天也说了 其实他也知道 多少钱 也不可能说会到 这事故发生钱的状态 不可能了 是不是 他的那脚块我也看见了 是离外两侧 现在都封准了 再也不能说是 骨头张住了以后 不留一点吼一张 也许会有 因为昨天他传讯子的时候 我也明显的看到 他两条腿的 除息是不太一样 他说因为唱起 他那活动有点手陷了以后 他肌肉稍微有点萎缩 经过这么久的接触 郭瑞很信任为法官 郭瑞也想让为法官和苏洪 做出解释 自己家经济压力也很大 希望苏洪能够理解 但魏玉琦法官将郭瑞的想法告诉苏洪之后 苏洪释怀了很多 可是五万五千元在郭瑞家里 无疑是一笔大数目 自己已经低头了 可为什么苏洪还是不让步 一个要五万五千 一个只出三万 现在双方 关于赔偿金的差距好不容易缩小了 放弃调解就意味着 两家的矛盾可能还是无限期得不到解决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沟通 郭瑞同意增加一万 供赔偿苏洪四万元钱 苏洪也接受了赔偿 这场历史五年的纠纷 终于画上了句号 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也许再也回不到过去 但我们清楚地看到 此时双方的表情都放松了很多 我们相信他们和孩子们将要迎接的是崭新的生活 事情终于解决了 纠结了五年之后的两家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也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可是如果在最开始 两家人就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积极去解决问题 彼此建立良好的沟通 宽容多一些 计较少一些 那是不是彼此的心中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结成一个死结 处在三十多岁的他们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他们的孩子也正是青春期成长期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多么宝贵 多么美好的五年时间 可是结果呢 都耗在了对彼此的埋怨和纠结上 调解结束了 郭瑞赔偿了苏洪一笔钱 那么在这里面 谁是赢家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 完成 擤ora 立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民佯